谁说吃饭比赛是男性的专利 光丰地区农会推动米食文化教育 不仅办理米食创意料理竞赛 也为了寓教娱乐 也别开身面地进行吃饭比赛 而家政班的姐妹们展现了好厨艺 更是大口的比速度来吃下去 竞赛过程中妙趣横生 现场笑声不断 推广鼓励大家多吃米饭 光丰农会特别办理米食创意料理竞赛 19个家政班轮番上台 接受自己的米食料理 不论是米饭糕点或水饺等等 全都是用米饭为材料创意十足 平整班就整个这次参加的班中 来临选出就是说做法比较有不一样的 这样比较用心的 那有一些的料理是会比较费心的 那在食材的挑选 他们也真的是比较用心的 所以说我们有选出就是说 优胜的部分是朝向这个 那整体上竞赛呢 会来加强我们这个家政班的一个成长 除了端上桌的米食佳肴 农会也办理趣味性的夹崩比赛 这件家政班姐妹们 抛开一切优雅用餐礼仪 拿起了大碗弓 毫不客气的比大口 平速度的撩落去 比拼过程 妙趣恒生 现场笑声 加油声也不断 怎么吃很快是吗 其实我第一次参加吃这个饭 平常每年我都没有参加 我吃这个饭只有加这个酱油而已 然后再搅拌赶快吃一吃这样而已 总共五轮的夹崩比赛 农会选出了每一组的前三名 颁发在地出产的白米 参赛的选手们各个开心地表示 吃饱饱又有奖品好拿 十分值得 光布地区水稻种植面积 有将近600多公顷 近几年在积极福岛 以及农民用心栽培下 稻米品质也不输 花莲南区稻米之乡所产出的米 中干市张明发说 办理米食创意料理 以及吃饭比赛 寓教育乐之外 也鼓励大家多吃米饭 支持台湾的随道产业 说在地 我们就结合我们在地的家政班 利用我们在地的米 去做米食的料理创意 今天也把它做成竞赛 希望能够 第一个从栽培管理 提升米的品质与成量 第二个家政班 我们是希望通过这个米质的竞赛 提升他们的知识与技能 维花莲第三稻米产区的光丰地区 多数水稻田都分布在海洋山脉 土壤及水质等天然条件十分优良 近几年借着米质竞赛 以及农政单位的辅导协助 生产的稻米品质也逐渐提升 也深受消费者的青睐 记者石玉兰光复采访报道